大家好,这里是葱花美食 今天用可可粉来做一个双色花卷 首先盆中加入500克的普通面粉 再加入10克的糖 270克的温水中加入5克的酵母粉 融化之后倒入面粉中,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虚状之后下手揉成面团 揉好之后盖上盖子发酵至两倍大 把发酵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 多揉一会儿排一排气 然后把面团从中间分成两半 取一半的面团 把10克左右的可可粉揉进面团里 尽量多揉一会儿,充分地揉均匀 揉成这样就可以了 白面团的一半也多揉一会儿 揉至光滑细腻 用擀面杖先把白面团擀成一个长方形 擀好之后叠起来放边上备用 接着把另一半也擀成同样大小的形状 擀好之后把它们落在一起 白色的放在下面 表层再拍上少量的水 然后从下往上卷起来 卷好之后用刀切成大小均匀的馒头 因为内存满了 所以这段没有路上,很抱歉 切好了之后 冷水放入锅中 再盖上盖子 二次发酵五分钟 然后开大火蒸15分钟左右 蒸好之后再焖上三分钟就可以了 一道光滑细腻又弹性的 双色花卷就做好了 打开看一下 组织细腻又漂亮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